现在喜欢养花的人 只要在地上能够摘火 能够开花的都喜欢把它摘到花盆里 我面前的这两盆呢 叫做新几内亚凤仙 就是跟我们普通的指甲花一样 它的叶片形状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开花开得像天天开的花 而且开的花比较大 它是一种杂交的品种 用种子播种出来长大了以后 它会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开花 开完花然后顶部再去出花苞 每一个顶部上面的花苞非常的多 而且单花花期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长的 开花非常的漂亮 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 它们播种好了以后 到过年整个植树长大了 到时候开花 一直持续不断的开 是非常漂亮的 只要我们把它放到供暖的室内 给它见充足的光照 基本上没有冰虫害 而且开花不断 别忘了养它一定要施肥 定期的选择零甲元素含量高的 一个月给它三到四次 只要长肥料不能够停 框照不要缺失 盆土土表干了 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它就能够长得非常的好 非常适合在室内待肥的一款植物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去购买上一颗 好了 建议就到这里吧